111年七机车使用牌照税4月开征了 适逢劳动节补价 缴纳截止日顺延到5月3号 而花联地方税务局表示 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 请向税务局补发 而缴款方式十分多元 采用行动支付或是线上查税 还可以抽千元的礼券 请民众记得要在期限内缴清税款 111年七机车使用牌照税4月1号开征 地方税务局表示 缴款书在3月下旬全部记出了 民众如果没有收到 赶快向税务局来补发 缴款的方式十分多元 采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线上查缴税 还可以抽千元礼券 花联县使用牌照税的缴款书 已全数记发了 如果民众还没有收到缴款书 可以拨打8226121 或到花联地方税务局补发缴款书 税额在3万元以下的民众 可以到家附近的便利商店 运用多媒体资讯机 只要输入车号加身份证字号 就可以列印补发缴款书 缴款书缴纳的方式很多元 可以到金融机构缴纳 信用卡刷卡 账户扣款 花联县地方税务局 为了鼓励民众网络缴税 在开征期间 只要是运用行动支付缴税 APP缴税 或者是到花联地方税务局 点选线上查缴税的方式 输入车牌号码加身份证字号 利用网络缴税 在开征结束的时候 针对这两种网络缴税的民众 我们将抽出15名的得奖者 每一名可以得到1000元的领券 采用线上查缴税的民众 超过300人会加抽一名 请民众多利用网络缴税 免出门即可轻松缴税 今年因为劳动节补价 缴款的截止日 盛延到5月3号 请民众要记得 在期限之内缴清税款 有任何牌照税问题 可以拨打免付费专线 0800000321 或者是地方税务局的总机 03-8226-121 转243-248 预理分局电话是 888-2047-233 请大家要如期缴款 以免受罚 借理会幻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